大家好 我是中医老马 上次给大家讲了讲我们的肺肿瘤 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病例 今天照样给大家讲肿瘤 讲一下我们的肝的肿瘤 原来我们肝的肿瘤号称癌王 其实现在的癌王是我们一线肿瘤 说为什么说原来叫肝肿瘤是癌王 因为肝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消化线 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人体的解毒功能 当我们肝脏功能不行了 人体的解毒功能不行了 人还能活吗 就活不了了 所以说我们在肝癌的治疗过程中相当的重要 是它能够使我们的病死率是最高的 一般的如果我们发现了肝癌 从我们诊断那天起 我们不问不问 而且这个人也知道了 一般的寿命应当是零到六个月 也就是说最多只能活六个月 是什么原因 是这样的 主要是我们肝从中医学角度来看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主疏泻 调畅气机 主藏魂主藏血 这就说明了如果我们肝的功能不行了 这些功能都不好了 同时我们的情质不好也会加重我们肿瘤的发展 所以说原来被称为癌王 有一个这样的患者啊 他原来呢有乙肝 逐渐的呢 变成了肝化 也就逐渐呢 发生了肝癌 这个患者呢 大约是半年前的一个患者啊 这个患者呢 得了肝癌 来了面色呢 也是清黑的 清黑的 但是呢 他知道他得了肝癌了 面色清黑的 身体疲乏无力 为什么得了肝癌肝病的患者为身体疲乏无力呢 有两个原因 一个呢 我们中医讲啊 肝为疲疾之本 我们肝病了以后就感觉疲乏 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健肝治病 治肝传疲 必先食疲 就是肝病很容易啊 使我们的脾胃功能下降 脾胃功能下降以后呢 我们吃的也不好了 啊 这样呢 我们的气血也不能生化了 这样我们就感觉呢 身体特别的劳累 所以说呢 他来了就感觉病病痒痒的 面色也不好啊 但是呢 没有出现腹水啊 没有出现腹水呢 然后呢 就给我介绍 他说呀 他是十年前发现的肝炎 肝炎呢 大约呢 三年前发现呢 肝硬化了 往肝硬化呢 他可能也没怎么注意 说在大约半年前啊 诊断出来 肝癌了 是怎样诊断出肝癌呢 他就感觉啊 他又斜了一步呢疼痛 而晚上疼痛呢 还加重 高手使劲压压呢 好像还能减轻点 他就去做个踩抄 踩抄打出单子来一看 一个呢 大约是2.5 乘以3.2左右的一个肿瘤了 然后医院一看你这么大肿瘤来说手术吧 家属呢 就问了问医院 他说做手术 他的生存几率有多大呢 啊 那个医院说呀 如果做手术呢 生存几率呢 不能保证 说呢 他这个肿瘤呢 相对比较大 而且呢 周围 像胆管有没有 还有呢 他周围的淋巴结 像我们的心的上额角淋巴结 像我们的胃的淋巴结 有没有 还不能定 但是呢 他就没有做手术 直接来了 那我就给他出了一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呢 就是 用中医的方法来配合化疗药 多基镁 多基镁啊 是我们肝细胞肝癌的一个特别有效的 靶向药 我说你配上多基镁 同时呢 配上中药 中药用什么方法来治呢 是第一个啊 就是呢 软肝散结 第二个呢 一定要配上活血瓜鱼的 第三个 一定要配上 化痰理气的 说我们肿瘤的产生啊 一般的是呢 有形之痰 和 离经之血啊 相搏结 再加上我们的气质 最后人呢 慢慢的形成癌肿 这样再形成癌毒 啊 就是呢 痰气血毒 相搏杂 停留在我们肝脏 就形成了他这种肝癌 而且呢 他这肝癌呢 由于比较大 我说呢 一定要有信心 虽然说你知道了 也不要开怕 说 既然我们知道他怎么来的 我们就让他怎么没啊 给他用了以 憋甲 软肝尖为主的方子啊 你像憋甲呀 那个牡蠣啊 还有呢 一些像我们的柴壶啊 白勺啊 还有纸食啊 这类的药啊 疏干的 加点香腹 加点穿胸 活血的桃儿 齿勺 同时呢 加入抗肿瘤的 在我们抗肝肿瘤的呢 你像我们的时尚板 像我们的八月渣 像我们的三次菇 这是必用的啊 同时牡蠣呢 也有软肝散结 像我们的憋甲 这都必须用的 同时呢 也要加一点保肝的药 你像我们的 灵芝 是吧 再加上我们的人参 啊 白猪 黄芪 这类的 补气的药 我一般呢 把患者呢 治肿瘤呢 让他一个半月 为一个疗程 啊 来评价结果 然后呢 到三个月时候呢 做一次影像学 或者呢 超声学的检查 你像我们肺癌呢 就做影像学的检查 你像我们的肝癌 甲状腺癌 乳腺癌等这些 我们就做超声性的检查 来评估 这个患者啊 通过多吉美和中药的联合 治疗 在一个半月的时候 精神状态呢 就特别好了 也不是特别累了 而且呢 面色逐渐的 由原来那种青色 逐渐了 像黄 所表现了 说 治疗一个半月了以后呢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呀 方子调一调 他说怎么调 我说你现在是不是出现了腐泻 是吧 腐泻的症状 他说真的出现腐泻的症状了 同时呢 也打嗝反酸 好了 我说呢 这时候加大什么呢 疏干 礼气 健脾和胃的功效 用六菌子汤 就是呢 申凌猪草 再加点半下 加点陈皮 同时呢 再加点呢 疏干礼气的柴虎等等 把原来软干散结的药 像我们的牡蜜啊 憋甲啊 像八月渣 三瓷 还有十上百 这类的药 重新再加上 我说这时候 你是不是感觉有点发热 同时呢 我得给你加点两味呢 清热解毒的了 加上白花蛇蛇草和半支脸 就是这些药 我说你呢 我们的多基美 还是根据疗程服用 我们服用三个月的时候 看效果 同时呢 到第三个月了 去做了超生检查 他的肿瘤 已经缩小了 由原来的2.5乘以3.2 变为呢 1.5 啊 乘以2.7了 非常高兴 啊 非常高兴 说呢 情质舒畅了 我说你就 按这个方法治疗吧 我说呢 不同的辩证 啊 不同的辩证 根据不同的症状 我们来调整我们的中药方剂 而我们这个多基美呢 要吃到6个月左右 一定要吃到6个月左右 这不半年了吗 半年了 这近两天来了 近两天来了 说做了一下 我们的彩超 说这就是经过4个疗程 一个半月一个疗程 4个疗程 多基美 我说你也不用吃了 啊 做完了 我来一看呢 肿瘤呢 基本上剩一个手指甲盖那么大的 也就是我们啊 中指的指甲盖也就是0.8 乘一个0.5左右了 我说非常好 我说多基美不用了 就用中医的软肩散结 疏干离痞 同时这时候应当加点 自肝肾之阴的药 你像女真子啊 汗莲草啊 构旗子啊 同时也得加点清肝火的 说酒瘤必有火 酒瘤必伤阴 再加点呢 你像我说不用加别的 加一味枝子 再加一味呢 我们的菊花 就可以了 我说你回去吧 非常高兴 走了 身体的脸色呢 也变得红润了 而且疼痛呢 也没有了 原来的肝硬化 也得到了缓解 原来的纤维肝 就说那个 做彩操的时候呢 那种斑驳企图 那个表面 也变得圆滑了 非常高兴 就出去了 这个病例来看出呢 就说中医传上了5000年 他知道 你这个病的病因和病激 说肿瘤 肝癌的病激是什么 大家想想 就是呢 说血 痰 还有呢 气 相拨杂 淤结 就到我们肝了 说你这个人肯定老生气 说就爱这肝癌 同时呢 肝炎 肝硬化 和肝癌 也是三步走 所以说呢 我们要注意 我们日常的情绪的调畅 我们就很少得肝癌 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讲讲 这个肝癌 就讲到这 就讲到这